还是不要自己开车搭乘公车或是捷运 当然在台北都非常的方便 这位民众他在台北市政府所架设的 我爱巴士网站上查询公车的资讯 输入目的地之后当场傻眼 因为结果跳出来的事 叫他在虚拟站下车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的独家报道 台北市公车四通八达 很方便 市府还架设5284网站 提供民众查询公车资讯 但有民众查着查着 竟然出现了个超怪站牌 从士林葫芦堵市场 要到仁爱璐二段 查询结果建议 在士林简易亭 搭乘精美网荣总快车 两站后在虚拟站下车 还要再步行500多公尺 民众傻眼 虚拟站到底在哪 虚拟站 觉得很奇怪吗 就应该就城市写错吧 不晓得什么意思 虚拟站 觉得它是一个站吗 当然不是啊 虚拟站到底在哪里 我们依照市府网页 找到确切位置 竟然是在建国高架桥的上头 高架大陆上居然有公车站 这一站真的有站牌 能下车吗 搜寻站牌发现 包括605 675在内的公车 一共18路都会出现 虚拟站 虚拟站是因为 我们为了提升公车 预估到站时间 计算准确性 所设的一个虚拟点 不过事实上 它确实不应该出现在 转程规划的方案里面 市府赶紧澄清 软体程式有bug 已经立即请工程师进行修改 虚拟站从没存在过 只曾出现在云端 还真的够虚拟 追讯国家刘晓琪 台北报道